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做名次 它的做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并没有名次这个栏位 然后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一个工作表是很容易画出来这个名次 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新增加透过新增加一个栏位 透过什么来去做呢 首先我们滑鼠右键点选Sales好了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Create Create就是创建建立的意思 新增栏位的意思 新增栏位这边有一个叫做什么 CalculateFile 然后呢直接取一个名字叫做Rank R-A-N-K E好了 就是排名的意思啦 排名 然后接下来呢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哦 我们直接改成用Index的方式 那什么叫Index Index很单纯就是一个所以 建议各位哦 因为它是一个韩式 韩式通通都是大写 所以你在打字的时候 你打大小写都无所谓 反正重点是当你打出来 I-N 我接下来哦 我可能就开始希望是透过选择的方式 例如说现在往下 是不是就选到了Index 然后点选Tab键 就放上去了 那如果 如果这下面这个讯息啊 下面这个讯息 The calculation is valid Value就是正确 有可能会产生错误哦 好 所以呢 这边要麻烦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产生错误的话 请你还要仔细的去看 请你还要仔细的去看 例如说 我就随便做一个错误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错误啊 这个错误 它是不是框前面的indx 所以 这个错误的意思就是说 无齿函数 然后你看 这个红色 这边是不是搭配红色 好了 那接下来 如果说你今天 index 然后这边随便打一个 打一个 1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The calculation content errors 包含 一个以上的错误 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错的 好 你就要仔细看一下 知道哪里错误 再去想一想 为什么这边是错的 然后点选 OK 好 记住哦 Rank 1 这个是 这个栏位的名称 再来 index index 加续 那个 索引编号 1234 就这样子而已 OK 接下来把这个 Rank 1 也当做是 Label 滑鼠右键 然后编辑一下 这个Table 选这个 Specific Dimensions 然后选 Region Region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记得选 自定哦 自己去设定 我要的是 Sales 销售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用加种的种子 方式 地减 从第一名 开始往下 应该是地增 应该是地增 1 就是越大的那个数值 我排成第一名 然后 第二大的数值 排成第二 所以这应该是 地减的方式 来去编好 这个Index 好 地减 然后接下来就关掉了 然后这边就会告诉我说 这是第一名 这是第二名 这是第三名 这是第四名 就不是都是义乐 还序就是这样做出来的